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民众减少出门及消费 严重冲击观光业 台东县民宿协会提报计划 争取交通部补助 自109年4月20号到5月5号 针对从业人员及领友民宿 登记证之经营者 办理第一梯次的培训课程 并于5月6号上午 在台东专科学校发表成果 是烘焙族 欢迎来喝茶 欢迎大家来品尝咖啡 咖啡主赞 饮料调刺主赞 感谢大家来跟我们捧场 我们这边有吃的有喝的 有看的 培训计划 是由我们有两位的执行长 就是我们的 荣誉理事长余和忠先生 还有我们的林宝泉林老师 他们共同积极筹备才能顺利完成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 还有纳鲁湾 还有台南的民宿协会 还有我们台东县政府交通框框处的协办 在这里很感谢他们 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成果发表会 学员们都是很积极认真的在学习 所以学员们你们辛苦了 那其实我们除了第一题还有第二题还有第三题 听说还有第四题 那个大家都很棒 只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的场地还是太小了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那希望各位能够原谅 谢谢大家 那特别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最艰困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最好的机会 所以我想说借这个机会 疫情即将过去了 然后我相信 接下来的就是爆量的游客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民宿业者 把我们自己准备好 今天在这边所学习到的 未来就用在你的民宿里面 不论任何的手工 任何的产品 或任何的这个不知 那我希望能够未来在民宿里面 都能够带我们的游客 能够好好来体验 一走进来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我们民宿业者的热情 因为台东有这么多的民宿业者 我相信一定可以带给很多的旅人 来到我们台东的时候 有充分的感受 家的感受 接下来在疫情过后 我相信台湾的台东的这样的一个 观光旅游的行业会有一波更新盛的一个 一波的往上冲的一段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南回公路的拓关已经完成了 再来今年年底呢我们的南回电计划也会完成 那接下来再来就是在六年后的这个方向文化 趁这个疫情期间大家没有上班 没有外来客的同时 那我们可以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讲 对政府来讲都是一大福音 在这边 我也说希望说 今天先演的成果发表就是以后 你们可以学以自由 我也很期待在我每一次旅行的时候 住到各位的民宿里面能看到 小小温馨的作品 这是一个美丽的回忆 台东呢好山好水好吸引人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教学 让我已经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计划 学员很开心的分享学习成果 他们利用疫情影响时期的旅客服务空窗期 培训专专业能力 培养同业间的感情及人脉 为景气复苏后累积更多实力 台东所在 继续周夜 继续周夜 节目